松软绵密到会 的蛋糕你吃过吗 先在碗里打入9个鸡蛋 将蛋黄捞出来备用 蛋黄糊最关键的就是油温 趁热塞入低筋面粉 搅拌至丝滑之后 再倒入牛奶蛋黄搅拌均匀 蛋白打发的时候 记得加点柠檬汁去腥 打发的关键有两点 厨具记得要无手无油 白糖要分次加入 先将1%的蛋白霜加入蛋黄糊中 搅拌均匀后倒回去继续搅拌 抹距离基调铺油脂哦 防止三年 用巧克力酱在表面划出条纹 再用牙签来回划动 除了好看之外 还可以蛋糕加了一点巧克力的风味 烤盘里倒入一点开水 用水浴粉来烤表面不容易开裂 膏体也会更加的软糖 然后就可以脱膜啦 轻轻一拍 这个蛋糕都会抖起来 这样做出来的蛋糕 口感绵密香浓 你听 甚至还能听到气泡魄力的声音 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